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2月19日 現在的時間是下午1點50分 這裡又是大三巴排風 其實今天澳門的天氣都很冷 還下著雨 給大家看一下 天氣都一般 但為什麼今天會來這裡呢 當然當然是有好東西 上次有看過我的影片都知道 澳門中標博物館就在大三巴排放的旁邊 今天在澳門中標博物館就有個活動 今天就算下雨也好 都無阻我們去澳門中標博物館參加一個 新標的鑑賞會 我即將帶大家進去看一下這個活動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 先介紹一下這個品牌 它的名字叫做珍樂士 就是我們中國標壇裡面 一個新銳的品牌 它其實是在2021年才成立的 也是一個很新的品牌 雖然是新的 但我覺得它的誠意真的很舊 因為它無論在自主的設計 研發 生產等等的程序 都是它們自己一手一腳完成的 這件事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還有它的總部 其實就是設在我們中國的廣州市 都非常之跟我們都很近 還有這個品牌理念 其實它都是以一個趣味錶為一個理念 還有這個 富有這個時尚潮的中標文化之餘 亦都會就一個高級制標的路線 再來說一說手錶的設計理念 其實都是同一個現在看到的 可以現場拍下的照片 就是這個白蓮作品 你看看它的眼睛 和手錶的眼睛 真是不謀異合 所以它的設計靈感 就是在這裡 好了,主角出場了 亦都是介紹一下 這隻虎晴顯示碗錶 其實帶回那些數據 我都很少說的 但今次我也特別會介紹一下 其實它的錶殼直徑是43mm 材質亦都採用了316L 精鋼的材質做錶殼 錶帶亦都採用了鱷魚皮錶帶 錶扣亦都同樣使用316L 精鋼的接碟溝 而機芯就是採用它們自家品牌研發的LH001 自動機械機芯 也有一個時針盤 分針盤 還有一個整點的凍藕牙齒 一會兒有影片 大家不要走開 也有一個夜光顯示 在錶盤和牙齒裡 最特別的地方 這隻錶是限量300隻 非常之特別 一會兒大家會看到的 而且在300隻之中 它還有一個獨立編號 而另外一個就是 它老虎肚牙的動作 它們是拿了一個獨家專利技術的 好了 到欣賞實物的時間 大家可以看到這隻錶是否很有氣勢呢 亦都很有質感 再來看看背面 其實它的錶背也製造透視機芯 還有大家可以看到 自動擺台製造老虎的造型 還有大家可以看到 它寫著Made in China 是真正我們一隻中國製造的手錶 手錶品牌 再跟大家看看 錶扣也是用一個接貼扣 再看看前面 相當之有氣勢 真的很美 好 再下來 跟大家最後演示這隻錶的操作 大家可以看到 右邊是一個分鐘 大家可以看到 轉了一圈之後 留意六點鐘的位置 它那個老虎肚牙的動作 就是這個 剛才說的一個專利的技術 左邊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一個小時 相當有趣 好了 看了這麼久 大家也有興趣想知道 如何入手的話 大家可以關注這個 床錶家的官方網站 又或者可以透過他們的微信公眾號 去瞭解更多關於 苦情顯示碗錶 以及這個 真樂時 這個品牌的一些故事 一些的理念 希望大家都喜歡我今期的分享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